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大早起来,这个光猫还在闪 看来昨天的故障是没有办法自动排除了 已经报了电信来维修 看看什么时候能够把它修好 今天要断网了 嗨,大家好 看见我在走路啊 我现在走在小区的路上 向着小区的门口走去 家里头的网络从昨天就开始不通了 虽然已经打了电话要来维修 说是20小时之内才会来 今天早上起来网络还是断了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找一个通网的一个地方去做一做 剪一下我的那些粗糙的视频 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 没有网络好像就是没法生活一样的感觉啊 其实也不至于啊 好在应该很快就会来修好 所以我来去找个咖啡店做做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吧 准备去找一下我们祈福兵亨会的星巴克做做吧 大家看我背这个包 那是装着我的电脑 行 先说到这 等一会到了星巴克再说 刚才去了一家星巴克 就是我们祈福兵亨会的两家星巴克的其中一家 居然满座 连外面都坐得满满的 没办法 现在只能去找另外一家星巴克看看有没有座位 看来现在大家不但是在家办公 而且还弄成了在店办公的警示了 前面就是我们祈福兵亨的另一家星巴克 看看到底人多不多 希望有位置 星巴克到了 哦 这个门是关的 要从前门进 看来比那家要强一些 我已经从星巴克做完功课回来了 现在我走在回家的半道上 路过千色园里面的一个叫花圃 过来看一看 这边很多的一些绿植 那边还有一些棚景 这个地方感觉不错 我在这边坐一下 跟大家简单聊几句 今天去了星巴克 好久没去星巴克了 我都没想到星巴克里头啊 差不多是人满为坏 我先去了一家比较近的 也是在我们兵分会里面的星巴克 结果里面是坐无虚席啊 就连门口的那个位置都已经坐满了 没办法我只能换一个地方 再走到离我们祈福那个大的会所附近的 另外一个星巴克 那边还好勉强能够找到位置 所以在那边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一杯咖啡喝了几个小时啊 也算蛮值得的 在那边非常凉爽 可以上网 到了中午的时候呢 买了一个三明治 就当午餐吃了 这个好歹呢 在那边也算办了几个小时的工 把该剪的一个视频剪完了 同时也在那边感受了一下 现在星巴克的一个氛围啊 挺有意思的 这个星巴克啊 这个咖啡文化 就有点像当年这个麦当劳 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一样 还一直在一个保持快速增长的一个势头 坐在咖啡店里头 事情办完了 我也就在网上搜了一下 关于星巴克的一些资料 就发现啊 星巴克在中国地区应该是全球增长最快的 我看了一看那个数据显示 上海有1200多家星巴克 到今年为止的一个统计数据 在中国当然是名列第一的 像北京啊 也有上海的一半这样的数量的星巴克 在整个的沿海城市呢 都是呈现这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 但很有意思 中国的星巴克都集中在 除了北京以外的 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会比较多 但再到了像更南方的广州 星巴克就没有那么多了 根据数据的话是只有200多家 那么也就差不多只有上海 五六分之一这样的一个数量 这不知道跟广州的这个 喝茶的习惯 是不是有关系啊 有人说星巴克代表着一种休闲的文化 或者说是那种商业的 CBD附近是比较发达的一种存在 我刚刚坐在一个花园的一个长椅上 本来想以为没有什么人可以跟大家坐那边聊聊 谁知道人来人往 锻炼的人特别多 屡屡受到打扰 嗨 大家好 我已经回到家里了 刚刚从祈福新村 兵分会的星巴克走回来 原本想在刚才走回来的路上 跟大家闲聊一下 刚刚去星巴克的一些感觉 这个路上啊 本来回来的路上呢 有一个千色园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 千色园呢 是一个归于祈福新村里面 其中的一个 供大家在这边休闲的一个花园 原本我以为 这个时候啊 应该没什么人 我也找了一个 花园里头的一个 花圃里面的一个座位 坐在那边 本来想跟大家在那边聊聊 称着那么好的一个景色啊 谁知道呢 这个花园里头啊 走来走去的人非常的多 有成韵的 有在那里散步的 也有一些保安 在那边走来走去 感觉受到打扰 没有办法在那边 安心的和大家说话 所以还是赶紧回到家里 现在已经回到家里了 和大家闲聊几句吧 好久没去星巴克了 平时也不爱去咖啡店 坐在那边 装模作样的办公 可能现在年轻人 比较喜欢那种模式 这个星巴克呢 传入中国 时间并不很长 但它也是一个外来的一个文化 有点像当年这个麦当劳 传入中国那样 很快就蓬勃发展 现在我相信 对于星巴克这个公司来讲 中国的这个星巴克的门店的 急速的增长 已经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业绩支撑了 星巴克已经跟我们的生活 已经是紧密相关了 尤其是在中国的沿海一线城市吧 据说星巴克在全球有三万五千家左右的咖啡门店 那星巴克呢 它作为一个咖啡文化的一个代表 尤其是在和平年代经济发展成长的区域呢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尤其是职场的年轻人的一个喜爱 那咖啡文化在中国呢 应该也就是一百多年的历史吧 我看过一些视频 有介绍老上海的一些视频里面呢 曾经有介绍过 在当年一百多年以前 就有一些欣赏这样的一些外来文化的人呢 就开始流连于这个咖啡馆 我们以前也听说过 在三四十年代 当时的一些文化人士 特别是那些为报刊写专栏的人 往往也是在咖啡店里面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在酒吧 在那边灵感乍现 就飞快地写出他的文章来 然后的话呢 就会找一个跑腿的 就有点像现在的一些快递员一样 立马呢 就把文章送到报馆 说不定当天就能够排版印刷了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既休闲 又可以在那边办公的 这样的一个场所 一直延续到今天 还是如此 对星巴克没有什么研究 但我倒是去访问过 星巴克在全世界的第一家的这个门店 也就是在西雅图 那个地方有一个市场 叫派克市场 在这个派克市场边上呢 诞生了星巴克的第一家的这个咖啡店 我曾经从温哥华自驾去过这个西雅图很多次 有一回也专门去打卡 曾经在这个星巴克的门前留影 到此一游 那么现在星巴克的话呢 也有了一些变化 不仅仅是在一个商务区 热闹的街区开一个小的门店 而且呢 也开始做一些更专业的 这样的一个大型的 类似于咖啡工厂这样的一个大的店面 比如在上海的这个南京西路 就有一个号称是 不仅是中国也在全世界最大的这么一个 综合性的星巴克的门店 随着经济的发展 相信这个星巴克这个文化 还会在中国在火上很多年吧 唯一没想到的就是 在我们起伏兴村呢 它是一个居住型的一个乌村 那些商业的话呢 像兵峰会这样的商业呢 其实也就是为村民们的一些生活配套而建的 但是没有想到呢 在我们起伏兴村呢 这个商业街居然有两家的星巴克 而且呢 都是客满的 这个让我有点惊讶 所以现在的这个星巴克 应该不仅仅是一个 在一个开设在商务区热闹地方的 这样的一个所在了 它已经深入到普通的这个社区里面 看来以后会不会像这个麦当劳一样 延伸到更多的这些角落 到时候倒是要观察一下看一看 但不管怎么说呢 也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 可以在有家里不方便 或者是想去换一个环境的时候呢 能够有一个去处 不仅喝一杯咖啡 而且还可以把一些 该做的一些用电脑操作的事情呢 可以完成 并且通过这个星巴克提供的这个网络 快速的把自己做完的一些工作呢 通过网络快速的传递出去 所以这个导致不思为一个新的一种办公的一种模式 所以今天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星巴克的一个体验 所以呢 刚回到家 这个 就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今天去星巴克的一些感受 同时呢 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这个 同时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星巴克的来龙去脉 可能说的不准确 我等一会看看能不能 也查阅一些资料 看看能不能把它编到这个视频里面 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我们家的光猫终于又工作了 昨天呢 突然就是中间的一个绿灯呢 变成了红色了 拔了几次线以后也不行 就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把它搞好 当机立断呢 打了这个维修电话 刚刚呢 这个电信维修人员呢 已经上门来了 是一位长得很高的一个男孩 穿着红色的工作服 进门的时候 非常客气地说 要不要脱鞋啊 我让他自己就进来了 经过检查以后呢 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并不是出在我们家里头的光猫 或者是这个光铅的接头上面 他用一个机器撤了以后呢 说是问题还出在室外的某一个地方 我也跟他去看了一下 确实是 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了 外面的一个接头松脱 或者是光潜微折断等等吧 结果呢 他很专业的 花了大概十来分钟的时间吧 就把整个的一个 这个网络给连通了 刚刚也看到这个 光猫工作又正常了 本来中间闪的那个红灯呢 现在不闪了 他变成了律师 也顺便向这位 还算蛮建坛的维修人员 请教了一下 这个网络方面的一些问题 他跟我说呢 他说其实我们家呢 近来的那个网速啊 是可以达到500 500兆 应该是一个 比较快速的一个网络 他在家里头测试的时候呢 发现这个网络是可以达到 六七百兆的 这样的一个宽带的一个速度 但是呢 我们家里头通过这个 这个路由器出来以后呢 就只有三十左右了 那么当然他也说 这个里头可能还是一个路由器 需要去更换成能够通过 更高速的这个网络的 这样的一个路由器啊 但是呢 我们觉得在家里头一般使用的话呢 其实对这个速度啊 并没有太高的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觉得他只要能够看 我们想看到的那些 电脑上的一些视频啊 或者是IP电视上面的一个电影啊 能够流畅我们就觉得就OK了 因为我们并不是专业的需要一个快速的网络来进行传递文件 进行工作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吧 所以也非常感谢这位电信的小哥啊 给我们尽快的解决了问题 使得我明天就不用再去星巴克蹭网了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边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家里头因为断网 不得不去星巴克 然后呢在星巴克里头呢 有了一些体验 同时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下 我所知道的星巴克 可能说的不大专业 有些数据不一定是对的 请朋友们大家指正啊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边 祝大家愉快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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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